你们有没有见个菠萝开花 没有 没有就对了 他不开花 谈点泰国导游的搞笑姐说 Top1 你们飞了手伸开 自由自在的飞翔 不要跟教练拉绳子 我知道你们是好亲的 好几个了 拉绳子拉不到 拉到教练的内裤 教练掉了咋回来呢 Top2 里面呢 现在只有这个大菠萝 没有小菠萝 你们有没有见个菠萝开花 没有 没有 没有就对了 他不开花 那边好好的看一下 上面好好的看一下 有没有看见 上次长得什么样子 这哪里 上面有看见没有 没有 没看见就对了 我也没看见 Top3 去之后不要乱放屁 吵吵屁也不要浪 我天天说还给我天天放的 起泡泡点 你们放得到挺可爱的 放油花的 教练在后面看的 会以为你们的排气管漏气了 妹妹 怕你们有危险 好几个美女哭的回来找我呢 我都怎么了 下到下面放了个屁肖里面 烂钱了 特别是我们美女这么多有假凶的别带 好几个了我讲了不听了一个个下去给我搞这么大的上来没了 回来我问他去哪了飘走了怎么带过来怎么带回家别弄丢了 OK你们这个看着办爱咋咋的爱我啥我啥我啥玩好了再给钱没有太足太足不够人民币假币也行啊 阿代美好给你们的祝大家我的开心每个人身体健康事事顺利 谢谢各位带着教练开 别跟我讲不会开也不要问我怎么开好几个了 阿代腰怎么开啊 你爱砸开砸开眼睛闭起来往死里开 放不了 能开放的太牛了 一直以来我只看我把教练给甩飞的 来来来这边我跟你们介绍一下来 腰果是上面的叫腰果你们吃到下面的对不对 这个叫腰豆 上面个腰果有没有吃个 当然没有吃个因为他不能吃 你来不及结合了 老公老婆也丢了 不用找不用等重新找一个 这是你最好的机会了 把握机会好不好 我还发现中国美女跟西方美女有一个不同的 很大的就是 老公买东西给你的时候 买礼物给你的时候 你是什么反应 是不是这样子的 你不能这样子的 人家好心好意信由你买给你 那你第一个动作 那些西方人啊 天空上飞降落伞的美女 不要无聊穿裙子上去飞啊 我常常看到上面大伞飞你的小宰在下面跟着飞 下面帅哥会流鼻涕 会看的会失神 还有呢多吃一点泰国的海水 不是海鲜 泰国的海鲜比你们中国便宜 水果多吃一点 小朋友不要喝红牛啊 喝叶子汁就渴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 晚上的表演啊 想看的最百分之百的乐趣 不要散呼呼的看的表演看的发呆 反正你们都会发呆的 因为没有看过啊 我现在看腻了 我转回来看旅游客 旅游客是最精彩的 他们的表情 各种各样的姿势动作都有 特别是这种老帅哥的表情 进去里边嘴巴眼睛一样大 中国男人灰太郎 泰国男人是喜洋洋 为什么 我发现你们中国男人很累的出国旅游啊 背小朋友 背包包 背水瓶 抛药包 刷卡 看臭鞋 帮拍照 送你去尿尿 拍照不漂亮 眼睛闭着骂 骂得半死 被骂的时候是啥表情 老公的表情是这样子 变大悲众 这口气不出难受 大方一点 不要把老公欺负的那么厉害 你知道吗 泰国缺货缺的很严重的 一个美女要跟一百个美女奋斗 才能嫁到一个好老公 缺货还是断货 有的人从地区开始又上饭 哈哈哈哈哈哈 我的天呐 TOP9 胸口吃了奶奶大大的 哈哈哈哈 人要吃两粒不能吃一粒 吃一粒一边大一边小 哈哈哈哈 吃两粒两边刚刚好 哈哈哈哈 刚才这边来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泰国东部有山宝 有橡胶保死水果 泰国橡胶粘产量世界排第一的 这个叫什么知道吗 啊 错了 这个叫土片 啊 我们刚才那两棵树 我们叫橡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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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